那如果你今天去出國呢 前面四項的藥品呢 都盡量要攜帶齊全 因為這些狀況呢 發生的時候可能會有比較嚴重的身體不適 甚至會有生命危險的問題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我是藥師陳怡安 想像一下如果在旅遊的過程中 遇到腸胃不適該怎麼辦呢 如果剛好又在人生地不熟的國外 是不是就只能跟馬桶一起度過了呢 這個時候備好備用藥就顯得相當的重要了 備好備用藥在突發狀況發生時 可能就是關鍵的好幫手喔 今天就讓我們針對不同的旅遊狀況 帶著大家一起克制藥品包吧 那我們這邊呢是旅遊比較常見的藥品 我們把它分成六大類 首先第一大類呢也是非常常見的 叫做減熱真痛藥物 那顧名思義呢它其實就是有退燒的效果 發燒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陣痛呢想得到的疼痛 頭痛啊牙齒痛喉嚨痛 它其實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第二類呢是感冒藥品 像常見的鼻塞流鼻水喉嚨痛等等的 像這樣子的藥品呢根據不同的症狀呢 你可以去選擇合適的藥品 如果說呢你是已經有感冒症狀發生了 正在感冒的人呢 你可以選擇一些附方的藥品 像是日夜定啊 綜合感冒藥等等的會比較方便 那再來呢是也蠻常見的就是過敏的藥品 那過敏的藥品呢其實就是抗阻脂肪 它有分成第一代跟第二代的 過敏呢其實跟我們的感冒藥物裡面的 鼻塞流鼻水的藥物是一樣的 它可以治療鼻塞流鼻水之外呢 像是我們遇到的皮膚的過敏 或者是眼睛的過敏它其實也是有效的 那必須注意的是有一些藥品它可能會有試睡的問題 如果說你是比較需要轉主力或是需要開車的時候呢 建議你一定要跟藥師或是醫師說 那它可以幫你選擇我們所謂第二代的抗阻脂肪 會降低那個試睡的副作用 那再來呢還有我們很常見的呢 是胃腸的藥物 像是胃藥啊脹氣或者是止瀉便秘等等的 這類的藥物 那如果說呢你有腹瀉的情形發生呢 也要記得補充水分跟電解質 然後再來呢睡眠的藥物 暈車藥啊暈船藥這樣子 讓你有一點點想睡覺的感覺 去緩解你那個暈車的狀況 那或者是說呢你可能到外地會比較容易睡不好的話呢 也可以選擇一點點輔助睡眠的藥物 那再來呢第六類呢就是一些外用的藥物 像是貼布啊或者是藥膏等等的 就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去做選擇 那如果你今天去出國呢 在國外可能交通不是那麼方便 或者甚至會有語言不通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就建議大家 前面四項的藥品呢都盡量要攜帶齊全 因為這些狀況呢發生的時候 可能會有比較嚴重的身體不適 甚至會有生命危險的問題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是出國的話呢 這樣子的藥品盡量攜帶齊全 那如果你已經身體很不舒服 有明顯的高燒上吐下血 甚至是嚴重過敏的話呢 除了你先使用你的緊急藥品之外呢 一定要儘速到當地的醫院就醫檢查一下身體的狀況喔 那如果是家中的長輩 他可能有吞咽困難的情形呢 我們在選擇藥品的時候呢 可以選擇一些水劑 那或者是說像是他 原本酸痛需要吃止痛藥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選擇用貼片來做取代 那貼片呢 如果你是買到像這樣子水性的貼片呢 他可能會附上一個固定的風膜 就是記得先貼上這個藥布之後呢 然後再把這個風膜貼上去固定就可以了 那年長者他們在使用暈車暈船這類的藥品 可能會比較容易有嗜碎或注意力不集中的副作用產生 如果說家中的長輩是比較容易暈船或暈車的體質 建議可以先使用藥品以外的方式來避免暈車 那必須要注意的是 家中的長輩可能都已經有一些正在使用的藥品 他們可能是屬於用藥情形比較複雜的一個族群 如果說他們需要被用藥品的話呢 建議呢一定要先了解目前藥品的使用狀況 必要的時候呢也要諮詢藥師或醫師喔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需要準備藥品的話呢 一定要另外使用小兒用藥 小朋友不是縮小版的大人 所以小兒用藥呢一定要另外準備 像是外面呢其實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是針對小朋友設計的藥品 上面呢就會說明清楚他使用的劑量以及他適用的年齡 像是這個藥品呢他六歲以下是不建議使用 所以如果你是六歲以下的小朋友呢 就請你一定要去諮詢藥師或醫生再找到適合的藥品喔 有些小朋友的藥品呢可能是上次看醫生剩下來的藥品 那這種狀況呢只建議大家使用未開封 而且是有清楚標示保存期限的藥品 如果說是已經開封的藥水甚至是開封的藥碗或是抹粉的藥粉 都不建議大家再做使用喔 旅行藥品屬於短期用藥 所以在男生跟女生的使用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唯一的差別就是女生可能會遇到生理痛的問題 如果你剛好又是很貼心的伴侶的話呢 就可以幫對方準備一些像是這樣子舒緩筋痛的產品 比如說溫熱貼啊或是一些舒緩筋痛的飲品都是很不錯的選擇喔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不能出國旅遊 所以其實大家很喜歡在國內露營 如果說呢是在戶外旅遊的狀況呢 你用腸胃比較敏感的話就可以準備一些止蟹的藥品 那如果說是容易被蚊蟲叮咬的可以準備一些蚊蟲叮咬的藥膏 那如果擔心突發狀況的話也可以簡單準備一些傷口護理的產品喔 那我們在準備旅遊藥包的時候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你自己對藥品的過敏史 如果說你要幫助同行的友人的話呢 給他藥之前也要確認一下他是不是有藥品過敏的問題 那如果今天剛好你準備的藥品不是你那麼熟悉的 建議大家可以連同完整包裝一起攜帶 上面會有完整的藥品資訊 使用起來也會比較安心 那記得如果說你是正在使用藥品的人呢 也要諮詢藥師之後再做準備喔 俗話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隨時準備好應急藥包才能以備不時之需 出門前別忘了檢查藥品的有效期限 才能讓你旅遊更加安心喔 那如果說呢可能會 可能會怎樣 建議大家要記得被陀那個 那個什麼 他們是屬於 屬於是什麼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